來關心到民鄉鏘的消息 民鄉高律島在大河必定的飲水風浪 委處立委达民務員今天接集到上官黨委會審 委長國議賀川教一滴水醫生 加官民鄉白水給我 主理會在共港河時進行指産這流程都向國議 立委达民務員表示 明年後期民鄉高律島應該不會再飲水 民鄉高律島在100塊一年代完到 100塊一年到100塊三年 所發生到世界的飲水災情 尤其是100塊二年八月里高河康瑞風台 426核米的單立貨水量 最新的民鄉高律島第下的飲水減中 希望留意當民文邀請的相關單位再次回憶 經濟了解民鄉高律島含蓋面積有7.5公斤 由貨水收集系統來收集貨水 並北邊排向民鄉白水 南邊排向到下高中排 港府建設處和水利處之外 交流島含水問題在外水太多 並向白水提供官都不夠管 對下的白水的高則太過夜 水利速收集的計算不進行在流程 這項的因素所提出 所以我們今天的結論就是 由高工局把所有的湘海淤塞的部分先做清淤 然後側溝的部分 50公分的寬去研究看看能不能改80公分的寬 這些側溝改寬一點 它對於這個流水的暢通是有幫助的 因為外水過多來的時候 包括農田水利會的桌布排水 風水排水都要走一遍 水流都太過多 我們也希望農田水利會能配合 趕快把那邊的門關起來 可是這邊再增加幾個出口分流出去 這樣水才不會全部往這個低洼的地區 停留在這裡 我們這裡的廚房等前要向我們各地 做成一個高級 希望我們能夠繼續跟隊長 每年我們美濃高流島 如果對著的福祉 我們就不會再用水 關乎拿出的包瓜家共 千里高流島 南邊參加高速公路的排水修 定時減時 並確定到抽水機出口的通常 水利會的水流系統 蔡保基山在路大火時 應該馬上控制到入水流 另外加官僚 民兵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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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